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前面我们讲了怎么盘点和盘活人才 你可能也发现 这些管理动作还是更聚焦单点上的突破 想要成为一名高管 在培养人才的时候 不能只是通过看一两个能力项 搞一两次培训来解决问题 而要有全局的视角 你需要关注的是 整个团队所有和业绩相关的能力项 以及怎么做系统性的提升 这一讲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一讲怎么做团队学习 可以让每个员工自学习自成长 根据我的观察 员工的状态总会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种是过于自信 他们有强烈的晋升意愿 他们会觉得当前的岗位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该学的都学会了 没有什么可以提升的了 如果内部没有提升机会 外部一定会有 他大概率会选择跳槽 另一种是过度自卑 从你的角度看 他已经非常优秀了 工作能力强 业绩也好 你想给他更多的锻炼机会 但他自己就是担心自己能力不够 当不起更大的责任 自己给自己打退堂鼓 如果你发现团队里的员工 总是无法对自己的工作能力 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那就大概率上 还是你的土壤出了问题 苗子不知道怎么自己成长起来 当员工不能完整认识到 职位能力要求的时候 他当然就容易对自己的能力做误判 要么觉得没学到东西 要么觉得学的东西太多 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给他们一张学习地图 让他们完整的了解自己的职位 从基础到进阶 再到精通的升级打怪全景图 这一讲我把学习地图这个工具交给你 你要根据你的业务和团队的情况 先绘制出适合的学习地图 然后再让员工用好它 自己去成长 我在文稿区放了一张简化版的学习地图范本 你可以借鉴参考 学习地图应该包括三大要素 分别是关键挑战 分层学习目标和交付物证明 现在说关键挑战 学习地图一定要从关键挑战入手 我拿一个电商运营档位来给你举例子 典型的电商运营有四大类的任务 分别是流量运营 店铺运营 商品运营和活动运营 每个任务里都有好几个 让团队睡不着觉的真实的挑战 比如活动运营里面 又可以细分出活动准备 活动预热 活动爆发和活动复盘等等 一共16个挑战 具体到活动运营的各个任务 团队又有很多让他们发愁的具体问题 比如说马上双11了 活动准备期 该如何进行跨部门的资源整合 活动预热期 如何进行在内外资源的准备 活动爆发期 怎么监控异常事件 活动复盘期 怎么进行有效的复盘等等 这些都是学习地图的一部分 你要把这些挑战 分为几个大类小类 让员工有敌范使的去学习 知道自己懂什么 缺什么 就像拼拼图 他们的学习会更有目标感 提醒一句 一般来说 任务背后的关键挑战 控制在15个左右 关键任务太少了 颗粒度不够 会导致课题太大 比如 怎么做好电商活动运营 这种题目就太大了 如果挑战太多 团队又容易 没毛胡子一把抓 有了挑战列表 接下来第二步 还要有分层定义学习目标 让员工看到 一个升级打怪的成长之路 还记得我在规范期 第18讲和你提到的 培训的结果要行为化 那么你就需要把同一个挑战下 不同层次的员工 要做的行为上的改变 定义出来 员工的学习 当然是要分层级的 不同层级 要学的东西 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我要提醒你的是 区别员工是什么级别 不要只看公司的职称 有的公司会高配 比如明明员工是主管级 但为了在客户面前显示对等 会对外叫经理级 有的公司干脆没有这种分法 走的是专家路线 比如初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等等 我给你一个判断的尺子 所有的员工 基本上可以归为四级 基础 进阶 高级和精通 对应着传统的直级序列 就是专员 主管 经理和总监 专员级员工 或者叫做基础员工 一般是指 要在他人指导下工作 他们工作的计划周期 是完成单天 或者是单周的任务 他们还是身手 主管级 或者叫进阶级员工 是指能够独立工作的人 他们的计划周期 是完成越为颗粒度的任务 是个属手 经理级 或者叫高级员工 指的是 在某个领域 已经熟能生巧的 巧手 他们能够指导他人工作 他们通常要以年 至少是一季度 为工作的计划单元 总监级 或者叫做达到精通水平的员工 他们能够指导多部门 多体系工作 能够做一年 甚至三年以上的战略规划 他们应该已经是跨领域的行家了 那活动爆发期 怎么监控异常事件 这个挑战为例子 基础员工需要掌握的 是如何根据异常事件处理流程 发现异常问题 这就属于在他能指导下工作 只不过指导他的是异常事件处理流程 他能够发现问题 也就算达标了 而主管级员工需要掌握的 则是如何用异常事件处理流程 进行异常处理 这体现了主管级员工 能够独当一面工作 精力级员工需要掌握的 是能够设计 产品线的异常事件处理流程 这就体现了 我们对精力级员工的要求 不再满足于做执行 而是能够通过设计流程 指导他人工作 总监级要做的 可能就是 能够和技术部一起 开发异常数据监控系统 不仅对运营问题精通 我们还要求他 对于系统数据 这些跨领域之时 也要有所了解 你看这么一分层 是不是对员工的 发展要求就清晰多了 第三 你要把每一级 所需要掌握的交付物列出来 比如经理级别的员工 在活动爆发期 能够设计异常事件处理流程 那么怎么证明 某位主管 他具备了这样的 经理级的任职资格 可以获得晋升了呢 那么 异常事件处理流程文端 就是一个证明的抓手 我管这个 能够证明工作结果的文件 叫做交付物 每次员工要进行 晋升数值的时候 不要听他讲大道理 表忠心喊口号 要让他 把所晋升级别的 交付物列表找出来 请他挨个拿出交付物 证明自己能够完成 这些交付物 就表示他行 反之就是不行 一切都是证据说话 人才管委会的评委们 根据员工自己的举证 对他的晋升资格 进行评估 定义好了 学习地图的三件事 挑战任务 分成以及交付物 一个升级打怪的 全景图就做好了 但光有这几样 还不够 想要让下属们 用好这份学习地图 你还要做三件事 这就是公关小组 学习制度 和学习氛围 首先 管理者 你不要大包大揽 把员工的学习成长 变成你的活 你要让团队 自学习 你可以每个挑战后面 放一个课题公关小组 选一个管理帮主的成员 牵头 然后把最优秀的人才池里的 经理主管专员们放进来 让他们定期发布 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为讲师 给全员进行培训等等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 给这些人才池的总值选手们 提供证明自己能力 提升的交付物 另一方面 经验来自于优秀的一线员工 实战接地起 才能让最好的员工 培养更好的员工 你可以让不同的学习小组 轮流安排学习时间 我以前的做法是 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 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 进行一个专题的学习 一个季度 十三四个星期 正好把所有的挑战课题 轮着走一遍 每个季度进行一次迭代和复习 团队彼此 你教我 我教你 大家学习参与度 一下子高涨起来 有了地图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你的下属们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 愿意做分享 我分析起来 我外乎这几种原因 经理们不愿意分享 是因为他们业务都忙不过来 而且你也没有这方面的考核 员工们不愿意分享 是因为担心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看家本事 拿出来呢 想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解决的工具有两个 你要把学习分享的制度 和氛围建起来 一个硬 一个软 两手都要抓 我现在说团队学习的制度 和你讲一个案例吧 前阵子 有一篇朋友圈的文章刷屏了 叫做海底捞店长 月薪十二万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里面提到的 海底捞的一个人才制度 原来 海底捞的店长工资 不仅来自于自己本店的分红 还来自于他培养出的徒弟 甚至徒孙的店铺的业绩分成 所以在海底捞 基本上不存在店长 不愿意培养人这个说法 当然 并不是说 直接用钱激励的制度 才是好制度 像保洁华为这些成熟的企业 也有类似的制度 比如 培养他人 是员工要晋升考核时候的 必要条件 我自己做中程管理者的时候 也出带过硬性规定 每个员工 分享经验这件事 占到整个业绩的权重 不低于30% 这些安排 都是从制度层面 把分享经验 培养他人这些事情 给明确下来 当然 你总是靠制度去压员工 大家容易反弹 你还要学会软的一手 那就是建立起团队学习分享的氛围 在宝洁就有这样一种 写成功案例邮件的好习惯 每次课堂培训结束 大家把学到的知识 用到工作中之后 要写一份成功案例邮件 我至今记得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就把学到的一个 如何有效地进行 店铺货架管理的知识 用在了我负责的客户身上 取得了业绩突破 当时 我只是抱着 完成任务交差的心态 把这份邮件发给了上级 我的上级主管一看 觉得我运用的特别好 就把邮件 转给了他的其他五位下属 然后超送给了 华南区的市场总监 总监看了之后 觉得这个案例 在整个华南区内部 看起来都算不错 又转发给了 整个市场的所有同事 并且超送给了他的上级 也就是渠道销售的负责人 最终我的案例 在整个渠道内部被分享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是莫大的荣誉 你想 一个刚走出校园的菜鸟 居然也能够给 整个渠道做分享 那有多激动人心 同时 和我一起进公司的小伙伴们 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他们也卯着一股劲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案例 期待被更多的同事看到 你看 这样这些来自于一线的案例 最佳实践 就这样源源不断的 在组织内部流动起来了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如果员工在你的团队 总是要么觉得没成长 要么觉得学不过来 很有可能是缺少一张 升级打怪的学习地图 绘制好学习地图 记得要包含三个要素 关键挑战 分层学习目标 和交付物证明 当然 要用好学习地图 你还要抓好三件事 公关小组 学习制度 和学习氛围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分享一个你用过的 或者是经历过的 提高员工学习参与度 积极性的方法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经历 到这一讲 怎么做组织建设这件事 就说的差不多了 在进化期 你还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提高业务能力 下一讲 我们来说一说 要想成为一名高管 怎么培养自己的商业意识 在进化期 你要开始为进入高层 做预言了 有两个任务要完成 一个是要给公司留下些什么 另一个是要帮公司突破些什么 前面几讲说完了 在组织上怎么给公司留下人才和知识 接下来两讲 我从商业意识和战略思维两个方面 说说在业务上 怎么把公司做出突破 这一讲 我们先来说一说 为什么对中层来说 商业意识特别重要 我有个朋友大林 他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他一直很头疼部门抢的问题 部门抢的问题 前面也提到过 就是因为部门之间的壁垒 给工作的推进造成阻碍 去年 他要推动回款率提升 就是说 公司要从客户那里把钱收回来 才有资金去采购和生产新的产品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就是落不了地 销售部门说 这是你财务部的指标 不关我的事 我只负责销售 大林就去找CEO 想借CEO的力量去压销售部 可是CEO的事情太多 跟不过来这些事 最后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像大林这样 专业能力一流 有拿得出手的业绩 管理能力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想再往上走一步 就是插一口气 公司评价大林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判断一句 就是跨部门的项目 你推不推得动 你认为大林推不动的障碍是什么 是销售部负责人 故意跟他作对吗 是他的沟通能力不行吗 其实都不是 是他还不具备高管的商业思维 你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做财务 做人力资源的 或者就是做技术的 为什么商业思维会是影响我晋升的瓶颈呢 道理很简单 公司请一位高管来 不是只让他来盯着某个部门的KPI完成的 而是要请他来为公司的整体生意 制定战略方向 这时候 有商业思维 才能够让你站在更高的维度 审视公司的业务 针对市场变化 给出你的商业判断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管 商业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怎么培养商业意识呢 就是要以客户价值链为中心 意思是说 从给客户创造价值的链条出发 去思考业务问题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 我给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创业的经历 当时我在做一个生鲜电商平台 一直有个老大男的问题 就是损耗率过高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损耗大部分来自于配顺过程中的挤压 这导致业务部门不敢放开手脚冲销量 因为卖的越多 损耗的量也就越大 可不管是追究责任 还是定KPI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激起了部门间的矛盾 当时一看 损耗是运营成本 那就找运营部了 运营部说 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得归配送部管 挤压显然是因为 配送员在配送的过程中 把重的硬的商品 像菠萝啊榴莲 放到了容易碎的产品 像鸡蛋啊芒果的上面 配送部的包装工说 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订单 我哪里记得住 谁比谁更硬 谁比谁更重 这是采购部在买商品的时候 没有让供应商提供一个更厚的包装 采购部说 这也不是我的责任 这是财务部核算商品利润 规定死了成本 如果我再加上更好的包装 这个成本就打不住了 在公司里啊 像这样弃部门墙的事太多了 很多业务没办法有实质的推进 都是因为部门之间有矛盾 就这样被内耗掉了 有什么办法能打破部门墙呢 这就要从职能思维 转变为商业思维 当时我是这么做的 把技术部 财务部 运营部 采购部 所有部门的负责人 都带到仓库 做一天的包装和配送 让大家一起就损耗问题 想办法 干了一天之后 产品经理说 这个问题他能解决 他发现 仓库的打包工 每天要处理上千件的产品打包 他们怎么做的呢 就是系统推单的时候 先吐什么 他就把这款产品 先放在箱子里 那么如果运气不好 订单系统 先推送一盒芒果 再推送一盒榴莲 那么在配送的过程中 自然就很容易被压碎 产品经理怎么做的呢 很简单 他在系统里 加了一个属性打标 把产品的易碎等级 按1到9做了个排序 然后在吐订单的时候 打标是硬的 重的产品就先吐 软的易碎的产品 就后推送 打包工的分解 还是按照吐单的顺序 不需要做任何变化 这一个操作 损耗率立刻就降了一半 这个转变 其实就是一次 从职能型思维模式 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 商业意识的转变 我用一个公式 来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的业务公式 是这样的 利润等于流量 乘以转化率 乘以客单价 减去运营成本 减去商品成本 减去人力成本 从职能的角度 是怎么来解决合作问题呢 是数着切责任 就是说 市场部负责提升流量 销售部负责提升转化率 商品部负责提升客单价 运营部负责减少运营成本 财购部负责控制商品成本 人力资源部减少人力成本 财务部负责监督 所有人减少成本 这样数着切 其实就切出了 部门墙的问题 商业思维 要求你换个方式 横着切 打通部门职能来看 直接为公司的上帝 也就是客户创造价值 那就不再是 市场部负责流量 销售部负责转化率了 而是所有部门 都要为整个业务价值链条负责 市场部要思考 怎么提升流量 也要能够跟销售部做起来 一起设计 能够提升转化率的活动 设计减少供应链成本的包装 人力资源部 除了控制人力成本 也要学会 帮销售部设计渠道办法路线 帮供应链 提升人均单产等等 从职能思维 转向商业思维 你会发现 在跨部门合作的时候 你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 去整合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 而不只是局限在自己的部门里 你可能会说 唐老师 我是HRI 我对业务不熟 你让我从业务价值链的角度 来看公司业务 跟高层对话 我完全找不到抓手 别担心 最后这个部分 我就来和你分享 怎么基于价值链条的商业思维 用三步打破部门墙 第一步 如果你是非业务部门的管理者 你要搞清楚 公司的业务价值驱动因子 都有哪些 所谓的业务价值驱动因子 是说 你们这个行业 是怎么给客户创造价值的 有哪些因素 是关键要素 比如说 快小品行业的业务价值 要在于 让顾客 也就是消费者 更方便的选择更多 更便宜的产品 或者是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么 驱动因子 就是典型的4P 也就是更广的客户覆盖 Place 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Product 更优惠的价格 Price 以及更多的促销 Promotion 如果你是快小品行业的财务 那么 你就要能够分析 同一笔资金 在不同因子上的投资回报率 是投入更多的促销员 搞促销有效 还是在价格上 直接打折有效 像我刚才讲的大龄的问题 他逼着销售加快回款 并不适合销售作对 其实是帮助销售盘活资金 更好的服务业务团队 把费用投入生意里 但是 由于他平时离业务太远 每次一出现 就是给对方布置任务的姿态 当然对方不太愿意配合他 同理 如果你是快销行业的HR 那么你就要能够知道 怎样的人员覆盖模式 敞出是最高效的 而不是老拿着编制 却卡业务部门的招聘等等 那么 业务价值驱动因子 上哪早呢 坐在部门的工位上 是想不出来的 一方面 你需要经常深入到 业务部门一线当中 去看他们在一线 做生意的时候 关键行为到底有哪些 另一方面 我建议你 直接到客户那里去 听听他们的声音 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而这些 恰好是你从职能的角度 可以帮忙解答的 我的经验是 一个季度 拿出完整的一天 和业务部的伙伴们 一起工作和复盘 这个投入一定是值得的 我前面说的例子 就是这个道理 生鲜供应链企业 最重要的价值驱动因子之一 就是价格 只不过是通过控制损耗 把成本降下来的方式 除了让消费者 买到更便宜的商品 所以 技术部就需要多开发 这样的功能 减少损耗 服务客户价值创造 而不是以自己的想象 去设计产品 第二步 如果你是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那么你要能够找出 和职能部门一起的联合KPI 如果你是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你往往要扮演发动机的角色 你也要避免自己 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 虽然公司往往会喜欢 把KPI落到某个部门的头上 方便追踪 但是 这很容易导致其他职能部门 陷入自己的KPI里 和你作对 联合KPI的作用 就是把自己最关心的KPI 和兄弟部门最关心的指标 都列出来 把分歧点一次性解决掉 比如 库存金额这个指标 公司往往会落在仓储部门 如果业务部门对这个指标 没有和仓储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合作 很容易就变成了双方的矛盾指标 仓储部门一定是希望越低越好 不进货 那么库存肯定控制的好吗 销售部呢 这赫姆的仓库永远或是被足的 谁叫谁到 这种指标 天然就是仓储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矛盾点 还有我刚才说的 财务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回款率 人力资源和业务部门之间的人均产出等等 像这种指标都是矛盾点 恰恰这时候 业务部门不要躲 要和职能部门一起坐下来看 怎么一步步打成联合KPI 我还是拿追款这件事情来说 也许业务部门的确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事 怎么追 话术是什么 遇到特殊情况如何处理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双方一起坐下来想办法的 当然 反过来 业务部门也要敢于提出自己需要对方支持的KPI 比如 要求财务部门 及时完成客户促销基金的报销 要求人力资源部 及时补上空缺的销售代表 要求仓储部 控制热卖当品缺货率等等 这些指标一方面直接来自于价值驱动因子 另一方面又是职能部门可以从专业的角度 进行业务贡献的点 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之间 就不再是求人办事的关系 而是大家能够坐下来 讨论怎么一起联手 更好的服务客户 第三步 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 要制定部门间的计分卡 并做季度的回顾 光有KPI 没有行动计划和进度一览也不行 我在文考区放了一份计分卡的模板 可以帮助你 用来把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商结果 进行可视化管理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管 忠诚一定要从职能思维转变为商业思维 从给客户创造价值的链条出发 去思考业务问题 基于价值链条的商业模式 你可以用三步打破部门墙 第一步 非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要搞清楚 公司业务的价值驱动因子 都有哪些 第二步 业务部门负责人 要学会找出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的联合KPI 第三步 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 要制定部门间的计分卡 并做季度回顾 在这里给你布置一道思考题 你做过什么动作 对公司的商业价值产生了影响 你的依据是什么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